我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懂得佛法 我要让每一个人都念大悲咒和心经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这个佛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最伟大的 我要让世界和平 中华民族的文化 你们一定要学佛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念经 好好地度人 好好地在人间就把它修成正果 好好地努力 师父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你们的师父是好样的 因为我活出命在救人 到现在不会说话 走路也不行 他是两千年得的是肋风湿 关节变形 台长爱护你的爱你的 我永远不会放弃你的 那这狗在他身上 在你了吗 这身上那个狗是一个恶灵啊 你好好惨悔啊 我们家里的夜上啊 我们家里人过去有人打电你知道吗 只要念经的人一定会得到菩萨的加持 只要能够有心想改变自己的人 他一定能够得到改变 好 师父帮你一支 你好 好 往前走走看 慢慢走啊 好 这个嘴巴 整个被过去的师父控制住了 所以讲不出话来 我现在让他好一点了 它可以发生了 你好吗 我让他好 要做个好样的学佛人 我们是菩萨在人间 我们就是要救人来的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让人民更幸福 跑보 engine 力 诊重 富' 赚 富' Dog 富' Portum can learn to be more tolerant, more selfless to let go of our ego, treat everyone with compassion. This world will truly be filled with love and peace. 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心理法门节目专栏。 我是主持人,久散。 我是婉婷。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一位陈师兄跟我们做分享。 他毕业于长庚医学院中医西医双主修,目前于中医诊所职业。 让我们一起欢迎陈书菊师兄。 陈师兄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佛友大家好。 陈师兄,想请问陈师兄从事医疗行业这么多年, 是不是也会见证到一些很多人的苦难与无常? 的确就是从事医疗这个行业,当然会见到可能鼻斑很多的一些病痛啊,然后生离死别。 然后有时候会想幸福是什么,就每个人可能要感觉幸福追求不一样。 有人可能就,我要买这台车我才幸福。 我要买下这个房子我才幸福。 然后或是,我要跟这个男生这个女生在一起我才能幸福。 但是我在医院曾经有一个亲自的见证。 自己就觉得能呼吸,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事。 这是有一个故事。 就那时候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然后就主治医师会带着我们查房。 然后那时候是在胸腔科。 然后我们主治医师带我们到他一个胸腔加护病房。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大概中年男生的患者,就是被固定在床上。 然后他就是带着人工的呼吸器。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他一直在床上一直挣扎,好像很痛苦一直挣扎。 然后其实大家,护理师啊,或我们不管是主治医师,我们看到都有点怕怕。 然后有点于心不忍。 怎么会这样,他就在一直挣扎。 好像想表达什么。 然后主治医师就,就后来有点不忍心。 然后就请护理师把他那个呼吸器拿下来。 但他好像拿下来的时候,他好像突然比较舒坦。 他就不挣扎。 然后好像就突然想表达什么。 想要讲什么。 但是他发不出什么声。 他讲不出,我们也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然后但是拿下来过了一会儿,他的。 因为他没办法正常呼吸。 然后他的那个血氧,又开始掉掉掉。 又进入比较危急的阶段。 然后所以,不行,然后只能快点再请护理师把他带上去。 然后带上去以后,他又很难受,一直在那边挣扎。 他想传达东西也没有传达到。 就很痛苦。 然后那时候他想说这个人想一想这样是不是就像活在很痛苦的处境。 或是很像地狱。 他只是想表达什么。 然后只是想要呼吸。 正常呼吸都没有办法。 然后这两年疫情。 然后大家可能很多人也是过的比较苦闷辛苦。 然后当然经历这些年啊。 有时候自己也是会有心情有时候低落或不顺手。 当然都要度过。 但有时候我会想到这件事,我会告诉自己。 我现在很能呼吸我就觉得很幸福。 对,就是值得珍惜的。 然后台长有说过嘛。 我们人每天要吃两颗药。 一个就是早上醒来呢。 我们要吃一颗药叫感恩。 然后晚上吃一颗药叫自主。 那时候大家也可以想想。 有时候我起来。 有些人一觉睡早。 他可能就醒不来了。 然后说我们能这样起来。 还能这样健康的醒来。 还能呼吸。 还能去上班。 就觉得我很感恩。 然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哇,今天这样平安的度过。 忙碌了一天。 然后哇,有这个温暖的家。 温暖的床可以让我好好休息。 那我们就觉得应该感到知足。 然后就可以安然的入睡。 对,对。 好,那陈师兄您当医师。 救治病人也一段时间了吗? 那对于大乘佛法来说。 其实他也是讲究救度众生的。 那对于您来说的话。 这其中有什么体会吗? 像我是从事中医嘛。 然后就我们当医生。 就是可以帮到患者的身体。 健康。 生理的部分。 他有病痛我们就尽自己的能力。 帮他做处理。 帮他减轻。 然后帮他拔苦。 然后有时候当然还有一部分的心理。 有时候让他获得一些慰藉和信心。 就可能是比较是我们身体和心理的部分。 但是我们一般讲身心灵嘛。 有时候要到这个灵啊。 心灵还是有点困难的。 的确大乘佛法讲的是救度众生。 所以一般人说佛才是真的的医生。 真的的大义王。 他是可以救度无量无边众生。 就是解脱轮回。 解脱苦难的。 他拯救的是人的法生惠命。 像我们医生只能短暂的帮他缓解现在的问题。 但是人都会有病啊。 都会有苦。 都会有死。 但是佛是真的希望我们获得救近的安乐。 所以我觉得佛才是真的大义王。 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众生。 听说陈师兄你有许愿终生吃素。 那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选择吃素。 还有吃素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就是其实大家讲吃素真的是有很多优点。 也可以讲出很多理由。 就像为了健康。 的确很多你真的吃素的人一定可能像三高啊。 甚至一些消化到上面的癌症。 你吃荤真的是影响蛮大的。 然后也有像现在的很讲多。 像气候环境。 我们的吃素可以减少这些环境和破坏。 但是其实真的大部分人。 像台湾吃素的人口已经算多了。 大部分人会发心吃素。 很多真的是出于他后来内心的那股散心散念。 我现在还没学佛前自己就吃素了。 那时候就会感受到那些生命的痛苦。 我如果我吃素就可以很营养很健康。 我为什么要吃它们。 为什么要用它们的痛苦来张扬自己。 一开始也是吃方便素。 然后后来要去参加2017年新加坡法会前。 觉得法会很殊胜。 然后自己也要多给自己一些境界的要求。 然后就在去法会前的农历春节。 然后就在观音堂火台前就许了一些愿。 然后后来也许愿了。 要终身吃全素。 那陈师兄你是什么因缘接触心灵法门的呢? 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因缘。 然后当然我想很多人都看过师傅的图腾。 然后一开始也是在网路上YouTube看到台长的图腾影片。 一开始看了也是很惊讶。 有这种事他可以帮人家看他的前世今生。 帮他看。 直接就看他的健康。 看他的事业感情。 看他的过去和未来。 那当时候你看师傅的图腾影片。 你当下的感受是怎么样? 一开始是蛮震惊的。 但一般大部分人在看的时候一开始都会想说。 这会不会是演的。 但是我慢慢看。 因为我自己也当医生或看他的。 很多人民众上去问。 后来就觉得有些真的不太是能够演出来的。 然后就这样我就看了图腾。 然后慢慢看看看就有兴趣。 然后慢慢也蛮感动的。 然后我就开始查了网址。 我就开始自己下载了经书。 然后还自己去印。 样本。 然后自己就开始念每日功课。 大悲咒心经礼佛这些。 然后念了一段功课以后。 然后也去看。 就研究一下小房子。 怎么念。 然后说什么。 然后也看了一下小房子的规格。 自己也去印了下来。 然后自己就开始念小房子。 我是比较特别。 就没有接触共修会。 自己就开始念功课。 自学。 自学。 对对对。 但其实会有一些欠缺。 所以希望。 是。 真的接触佛友还是要。 共修会。 接触一些义工。 不然也做一些提醒。 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可能。 后来才发现自己有一些。 小不足或小缺失。 没错。 然后念了一段时间。 才没几个月。 有时候就去。 那时候在林口长根实习。 就住在附近。 然后就去附近一家。 蛮喜欢的素食店。 他好像去结缘区。 那边去吃饭。 然后。 我看到结缘区。 我看到熟悉的脸庞。 就。 师傅的。 法相。 然后。 原来是。 就。 就法会门票。 有人在这边结缘法会门票。 我本来一看来想。 会不会已经时间过了。 我一看。 时间还没过。 我还可以去参加。 然后后来就。 就去。 到了那次台北的。 在小巨蛋的法会。 对。 所以师兄去参加台北的法会。 有什么有趣的见闻吗? 蛮感动的。 还蛮不错的。 那时候刚出捷运站。 就一些穿着红色衣服的。 可能。 义工师兄。 就很热情。 就开始。 要免费解缘很多东西给你。 就。 师兄。 你好。 然后。 要不要。 解缘这本佛书。 就佛书。 免费的。 然后。 我刚才不好意思。 没事就拿人家书。 然后。 后来他很热情。 后来他拿了一本。 然后他就。 这本也要。 然后又拿了两本。 然后后来他又很热情。 然后就拿了三本。 对。 然后去到。 进到小巨蛋前。 就拿了一点解缘品。 这样子。 然后进到法会。 然后。 然后。 就也。 蛮发喜的。 就。 旁边两排都站着。 穿红衣服。 义工师兄。 然后很热情。 哦。 师兄好。 然后给你。 给你打招呼。 这样两排。 对对对。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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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一段海外法会的亲身经历想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 其实在法会中几乎每一次都有一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事。 然后之前有提到我们2017就新加坡那次八万人的大法会。 那次其实师傅在入场的时候非常多人掉眼泪。 非常非常多。 那时候师傅入场的时候就放着南海观音舞杀那首歌。 嗯。 不知道师兄们有没有印象。 有有有通过。 就。 南海观世音。 灵感观世音。 前手前眼观世音。 就师傅入场的时候他这样进来。 就反复播放的这一段。 然后那时候不晓了为什么。 就是。 很多人。 在场的话突然有种。 就。 那种叫从内心深处。 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有一种感动。 那种慈悲心。 不知道。 很多人那种心门就被敞开了。 那时候在场就有非常多人就开始。 流眼泪。 感觉没办法诉说只有亲身经历才知道。 但是没办法用言语名状也很难描述。 就突然。 很多人在在法会现场就流下眼泪。 然后那时候自己也是。 也是哭得稀里哗啦。 不然我就。 觉得好像遗忘了很多东西。 然后。 就心里那种。 慈悲啊。 然后那种。 那扇门就被敞开了。 然后说。 谁不经常。 放着那个音乐。 然后。 自己就。 就一直流眼泪。 然后很感动。 然后。 然后。 然后后来。 就。 那时候。 就最多人流眼泪的时候。 连师父也是。 然后。 然后。 师父后来就开始了。 然后很发喜。 然后。 然后。 那场法会。 后来。 有师父上来提问说。 那时候。 菩萨说。 他进场那一段。 很多流泪的那时候。 其实。 观音菩萨。 不只撒下干露水。 然后还有。 在所有。 那些流泪的。 在场的佛永。 和。 义公身上都。 种下。 就是。 头上都种下了一颗。 曼陀罗花种子。 因为那时候。 可能你的那个。 心田啊。 心门就是敞开了。 然后在那个。 心田上。 那个因缘。 当然我们也不太了解。 但那时候。 就是说。 那个时刻。 大家那些。 几乎流泪。 那时候。 那些师兄。 我们都被摘下了一颗。 曼陀罗花种子。 对。 然后。 我旁边师兄。 就。 就。 默默跟我说。 我那时候。 也很想流泪。 但我。 硬。 没有流下来。 是不是就没有种下来。 对。 然后那。 那一段真的是。 很感动。 当时的场景和气氛。 真的是蛮感动的。 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然后。 再分享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 就是。 就现在末法时期啊。 很多人都会不了解人。 外人都会。 可能做一些毁谤或攻击。 就乱批评说。 你们恋财啊。 然后什么。 我收多少钱。 但我们心理法门。 都真的都是免费的。 然后还说师父怎样怎样。 但如果真的接触过师父了。 都知道他是。 全心全意为众生。 就。 就最后一次。 我最后一次。 有幸参加法会是在。 2019年。 新加坡法会。 然后。 有一天。 因为那个。 有时候法会人很多。 然后我们有一个。 主要的大会场。 可能容纳几万人。 然后。 另外有一个次会场。 小会场。 那个小会场。 可能就没办法。 直接这样看到师父。 嗯。 然后。 那时候我们。 每天都会分配站刚不同的地方。 那时候。 负责师兄。 就发现我们站刚地点。 大部分是在组会场。 但是需要有一对。 一对师兄。 一对。 站刚在复会场。 一个复会场。 和小舞台。 然后。 我们台湾法会。 就是台湾负责的师兄。 就。 问我愿不愿意。 就是带领。 就那些师兄。 站复会场的人去。 但大家都会觉得有点可惜。 不能在组会场。 亲身的感受师父。 看着师父。 但是。 他们都还是愿意的。 就是后来问一问。 大部分人。 好。 既然没分配到。 大家都还是愿意去。 然后。 我就带着。 大概十多位师兄。 就站在。 那个。 小舞台最前面。 然后两边。 又围起来。 那我就在那边。 轮流站岗。 然后。 在法会开始前。 还有半小时的时候。 就突然听到师父的声音。 诶。 各位。 佛友。 大家好。 然后我们也没想。 法会。 诶。 怎么突然就开始了。 然后还回头看旁边的大萤幕。 诶。 诶。 萤幕没有动啊。 然后再回头看台上。 师父竟然出现在台上。 就很惊讶。 师父来到我们。 先来到我们的附会场。 然后。 然后跟我们。 做一段开始。 对。 然后那时候真的很感动。 他就来关心我们。 没办法直接看到他的这些。 同修。 然后那时候看就很开心。 就看到师父。 师父说。 大家好。 我来。 师父来看你们啦。 然后那时候突然就很感动。 然后我因为就站在最前面。 我在那个围柴旁边去。 就开始这样举着手就开始跳。 然后很开心。 然后师父还在回头头看着我。 看着看着大概两秒。 真的。 那边跟我站在前面那样跳。 然后后来人。 后来观众人就冲上来。 冲上来围在那边。 然后很开心。 然后自己那时候就眼眶就有点泛泪。 然后师父就为我们。 就特别只为我们那个。 小会。 开始。 小会场开示了大概十分钟。 他还讲到。 哦你们是菩萨。 然后你们。 你们愿意把。 祖会场让给大家。 然后。 然后。 自己来到。 部会场。 然后最后就很感动。 就是师父。 很体贴我。 师父很自卑。 然后。 他说。 他说。 虽然。 你们没办法直接看到师父。 但是。 但是。 师父和菩萨。 对你们的价值都是。 一样的。 那时候真的就是想见在。 就觉得很感动。 师父和菩萨都一样。 被观众我们。 我们。 虽然我没有。 虽然我没有。 虽然我没有在主播会场。 直接看到他。 对。 然后这也是。 可能也是。 除了上次那个。 新加坡法会以来。 就另外一个。 让我。 很感动的事情。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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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了解。 陈师兄。 您是不是有一度有想要出家的念头。 有时候是会有动过这个念头。 就可能是因缘吧。 就是自己大概从20岁慢慢就开始接触。 心灵。 佛法。 就产生蛮大的兴趣。 感触很多。 就觉得。 好像。 其实人生很快啊。 一切都苦短。 很多人。 有权有势。 那都是暂时的。 那又如何。 也曾想过。 自己是不是。 哎。 要。 可以精情的。 修习佛法。 然后。 是不是。 就是。 出家会可以更专心。 会不会。 未来会有这个因缘。 但。 其实出家。 是。 师傅。 和大德高僧都说过。 出家是要有很深的福报和因缘。 是。 然后可能自己的福报根基。 不够。 未具足啦。 原本没有具足。 然后。 但当然。 红尘滚滚。 就是你要好好修行。 如果你在红尘中能修得好。 那。 更是不容易。 当然。 我觉得也是因缘。 因为我最近也曾经接触过一些法门。 或什么。 新时代的一些团。 团体。 后来找到心理法门。 但心理法门真的是很适合末法。 然后很适合在家修。 你不用出家。 太虚大师讲。 人诚及佛诚。 所以。 觉得你在红尘中也是很多课题和考验。 如果。 能好好修的话。 就也还是要经历过啦。 对对对。 是。 也是一个学习。 当医生啊。 然后后来。 就有了家庭啊。 对对。 也是。 也是一个学习。 当然不容易。 好。 那我们的访谈也进入尾声了。 最后。 陈师兄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跟我们观众佛友们分享。 嗯。 好像还不少。 没关系。 你请说。 后来想一想。 大概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 希望大家。 深清静。 心清静。 就现在在这个末法时期。 然后物欲横流。 就真的有很多诱惑欲望。 然后还有很多社会现实。 然后真的在这个社会。 人要守好自己本分。 要自律。 然后要保持。 能自己生的。 身体的清静。 心里的清静。 第二点就希望大家能。 宁静的与自己在一起。 因为我现在很可能去外面看或搭车。 每个人。 一有空你就拿出手机开始。 开始。 然后回到家。 可能就会面对了3C萤幕。 就看剧。 看一些综艺。 然后。 师傅很。 很说。 看连续剧可以。 但是要看佛头传。 看佛头传的连续剧。 大家其实都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然后你慢慢变成一种。 就像一种成语。 你那些零碎的时间。 你变成要靠这种3C网络。 杂七杂八讯息来填充自己。 已经变成一个习惯。 就是拿出来就是看。 但我们学佛人。 在有这些片段和空档的时候。 应该可能像师傅就会希望我们看看白话佛法。 或宁静的。 面对自己的内心。 念念经。 然后第三点。 当然就是。 希望大家能好好珍惜时间。 就是要精情的。 学佛修心。 以学佛人来说的话。 就像刚刚说的六道轮回哭。 师傅也曾说。 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是。 明天先到还是五常先到。 师傅也曾经很激动。 很感慨的告诉大家。 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 如果你今天就走了。 突然你就走了。 你现在会去哪里。 对啊。 大部分人都投哪边。 很多人投。 就是你又在投人。 然后还不一定投的。 比这辈子更好。 或是投鬼啊。 投畜生。 然后或是你有点福报。 然后到天上想点福。 还是要到人间。 还在轮回。 这些其实我这些分享都是共勉。 因为我自己也做得不好。 也有这机缘。 希望能跟大家共勉。 我自己也要好修。 然后希望更多人也都很好修。 然后最后想到师傅的一句话。 稍微做我这分享的结尾。 他说如果你是雄硬。 没有人鼓掌。 你也要飞翔。 嗯。 如果你是小草。 没有人呵护你。 你也要成长。 嗯。 然后如果你是深山里的花朵。 没有人欣赏。 你也要芬芳。 好。 最后一句是。 如果你是学佛人。 没有人鼓励。 你也要一试修成。 永断轮回。 对。 感恩师兄。 感恩师兄。 感恩师兄今天的分享。 那师傅说过。 人生要淡然。 坚定的渗透到生命的目标中。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沉稳。 转变自己对人生的态度。 才会成为心灵的主人。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会。 再见。 拜拜。 感恩大家。 感恩。 一下子说明心灵法门初学者每日功课的步骤。 步骤一。上香请安。 早上起床刷牙洗脸。 着装整洁衣服后。 即可开始念诵每日功课。 念。 进口叶真言七变。 家中若有佛台,请先上香。 若无佛台,则上新香。 念诵功课经文。 必念功课经文。 牵手牵眼无碍大悲心普罗尼。 念金钱祈求。 祈请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某某某身体健康,增强我自身能量。 祈求完毕后,即可念诵此经文。 波罗尼波罗蜜多心经。 念金钱祈求。 祈请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某某某,开智慧,去除烦恼。 祈请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某某某某某。 身体健康,开智慧,帮助我忏悔和消除身上某部位的业障。 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 念金钱祈求。 祈请南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某某某。 帮助我超度因我而死去的小灵性。 帮助我消除阶障。 自选功课经文。 消灾吉祥神奏。 念诵此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消灾吉祥,平安顺利。 解节奏。 念诵此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化解与他人的恶缘。 准提神奏。 念诵此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学业等方面心想事成。 步骤三。 念完功课后。 不用祈求。 念诵七佛灭罪真言三遍。 五缺真言三至七遍。 最后念。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某某某。 念诵经文顺序从大悲咒开始念起。 其余经文顺序则随缘。 每念诵一种经文前只需念诵一次祈求文即可。 念诵每一遍经文时必须念诵经文全称。 针对以上功课若有任何问题或是想更进一步了解内容,欢迎您随时联络我们。 我们的经书念功课的辅助法务和修行辅导都是免费的。 最后祝各位有缘。 念今后能受佛菩萨的加持。 改善身体健康。 改变命运。 诸诗顺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